副總統蕭美琴對著遊行民眾狂比愛心 而民眾也熱情揮手回應 第二十二屆臺灣同志大遊行 民進黨不缺席 遊席日大力爭取同志權益的蕭美琴 領軍號召近百名黨公職參加 律於明代把握機會 近距離跟蕭美琴自拍 這是他就任副總統後首度遊行 讓現場為安相當緊張 一路上指揮秩序引導隊伍前進 前總統蔡英文也在社群發文表示 自由相愛在臺灣已是進行事 當年婚姻平權壓力雖然很大 但因為大家的勇氣與自信 才挺住壓力 而總統賴清德更早在兩天前 就拍片送上祝福 相比之下 國民黨只派出青年軍和唯一一名 藍尾陳金輝嫌的勢單立包 台北市長蔣萬安則出席 北市府信平攤會 沒參與遊行 I love who you love Be who you are 民眾黨也沒缺席 立委黃珊珊 陳昭姿等人代表 但遭網紅四叉貓踢爆 遊行報名表單上寫活動深入逸溫層 還詢問是否走完全程 三年忘記報名 今年也一樣 根本是蹭遊行 同志遊行是他們的一溫層 我覺得十分可笑啦 他們得到情資可能會被扔雞蛋 我們同性戀都很好 不會扔雞蛋好不好 民眾黨這頭 還有民眾拿著尖叫機 和大聲攻鬧場 警方圍繞在旁保護安全 一場同志遊行 藍綠白陣營 民眾反應大不同 在內新聞部歡迎 台北採網到